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来到东海之后就发现 东海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然后常常觉得很像在森林里面 然后我觉得在东海 一开始会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常常会在去上课的路上 有观光客就会来问你说 嘿 教堂在哪裡 原來我的學校好像是一個觀光景點 滿特別的 最需要面對我覺得應該就是科研上 因為口說課跟寫作課是我們的必修 所以我們常常兩個禮拜就要講一次 然後比方說辯論或者是 集息演講在一下的時候 但是我就從一上就開始害怕 然後每個禮拜都 就是只要要口說我就很緊張 剛開始來上課的時候 就是一直一直在面對這個挑戰 就是說話的部分 我的同學其實都蠻好 就是你在上面講的時候 你看著他他會對著你微笑 所以其實是會讓你比較放鬆一點點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不管是我的家人 我的信仰或者是老師同學 都成為我很大的幫助 我的一年級的老師講一句話 讓我很感動 就是他說 只要有願意學的學生 就會有願意教你的老師 那我們那個老師他也真的是說到做到 就是你真的什麼時候去問他 他真的是盡全力的去幫助你 他是一個非常關心學生的老師 一開始對萬人系有點排斥 但是在我來東海上了文討課之後 我就對文學有一個很不一樣的認識 就發現原來文學就是我平常喜歡的東西 只是我不知道這個就是文學 然後慢慢我也發現 上帝他愛我比我自己愛我自己更多 因為如果上帝沒有帶我來讀外文系的話 我不會知道原來我是喜歡文學的 因為我每個禮拜一定會有一天 是要播給去治療 所以時間一定比別人少 所以我會去安排我的時間 就是提早安排 比如說我禮拜五要交折作業 那我就會禮拜二寫一點 禮拜三寫一點 禮拜四寫一點這樣子 我覺得東海帶給我最大的影響 就是我遇到很多愛我的人 比方說我系上的老師 他們不只是關心我的課業 也關心我的生活 還有我的身體的狀況 然後我也特別感謝小計畫老師 就是他一開始其實只是 我語言學概論的老師 但是之後就有很多事情拜託老師 然後老師都非常非常願意的去幫助我 我覺得這大學在東海的這四年 讓我去再一次的經歷到我生命的成長 是很多人的幫助 我覺得他總是可以找到各種方式 來處理身體的病痛 還有突破環境的局限 我祝福子雲身體健康 保持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然後盡量嘗試各種想做的事情 照著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 東海萬文獻老師是你最堅強的後盾 然後我很感謝我的室友 就我有個室友是 他其實是我高三的同學 然後真的很感謝上帝很特別 我們又考到同一間大學 同一個系還在同一班 然後我們就一起做事 他就是很 真的是很願意幫助我 有時候我都覺得你這樣實在太麻煩了 在東海裡面基本上是 比較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比較是出去外面比較困難 就是回家的路線 就是會坐到高鐵的接駁車 可是因為低地板公車比較少 所以就我會需要先打電話去問說 什麼時候會有低地板的公車 那司機普遍來講 真的不太知道怎麼使用低地板公車 就是他不會知道那個斜坡板要放在哪裡 然後這就會比較是一個問題 還有上公車他其實都需要扣安全帶 在這個輪椅的輪子上面 但是大部分的司機都會跟我說 你在輪椅開煞車齁這樣子 問完低地板公車我就要去問高鐵站 說我想要坐哪一班車 有沒有那個不能收的輪椅的座位 因為一台列車都只會有兩個 這種輪椅可以上去的位置 所以都是必須提早很多去預備 就是去安排 只要中間有個 比方說你沒有低地板公車 或者是沒有高鐵 那你就是整個行程 需要再重新安排一下 我會很想做有關於宣教的工作 因為那是對我來說會是很興奮 很有很期待很喜歡的工作 那我未來有一年會先到瑞典去交換 那在瑞典我希望我可以去體驗什麼叫做 跨文化的衝擊跨文化的生活 有夢想很好 然後雖然追尋夢想會有困難 但是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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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